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Learn to Fly Melvin 我是這個導師 Clement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Private Pilot License 裡面的 Navigation Component 完成了 Flight Planning 和 Field Planning 之後 就可以根據飛機家擁有多少的油 因為它的重量都可以做 Weight and Balance 以及為各個不同的機場做 Performance Chart Weight and Balance 和 Performance Chart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要確保飛機的重量是不會超重 以及 Balance 是要在某個標準 才可以確保飛機的安全起飛和降落 而 Performance Chart 就是因應 飛機在特定的氣溫和氣壓底下 所需要起飛和降落的長度 而這個重要的原因 當然要確保機場跑道的長度 是足夠飛機的安全起飛和降落 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 Weight and Balance 和 Performance Chart 都是我們每一個飛機之前都需要做到的 首先 Weight and Balance 第一項就是 B.E.W. Basic MT Weight 就是飛機的正重量 在 Learn to Fly 的 Weight and Balance Sheet 下方 都有不同飛機列出的 Basic MT Weight 和 Arm 假設我們是飛X-ray Basic MT Weight 就是 821.0 Kilo Arm 就是 2.4810 要得到 Moment 呢 就是 Weight 乘對 就得到 Moment 了 那 821.0 x 2.481 就是 2 0 3 6.9 我們拿兩個小數點 那 Front Seat 呢 假設是有你和你的 Interruptor 每個人都是 70 Kilo 的話 就是 140 Kilo Front Seat 乘140 x 2.3 就是 322 Kilo 而 Re Seat 假設是沒有人坐的話 而只是放了你和 Interruptor 的 Flight Back 的話 我假設每個 Flight Back 是 5 Kilo 就當作 10 Kilo 10 Kilo x 3.5 就是 32.5 Standard Baggage Compartment 假設又是放了 5 Kilo 的 Baggage 的話 就寫 5 Kilo 5 x 3.65 18.25 假設 Baggage Tube Forward Extended Baggage 和Aft Extended Baggage 都是沒有東西的話 就可以充滿了它 之後再下一行 就輪到 ZFW Zero Fuel Weight 以此就是飛機入油之前 加上飛機本身 和所有物品裡面的正重量 ZFW 就是 976 我還未計算得對 但我可以把所有 Moment 相加 得到的就是 240 9.65 得到對 就可以用我們計算的 Moment 除以 Weight 去得到對 所以就要把 240 9.65 除以 976 得到的就是 2.469 Fill 因為飛機是滿油的關係 我們在飛長範圍的 就是 188L 如果是飛長範圍的 就是 152L 而 X-ray 啪啪啪啪 是長範圍的 所以就是 188L 由於 1L 不是等於 1 Kilo 的關係 都要計算它的 Conversion Rate 其實 1L 是等於 0.72 Kilo 所以就要相當 188乘以 0.72 就是 135.36 乘個 Arm 2.63 就是 356 356 加 240 9.65 就是 2765.65 976 加 135.36 就是 1111.36 然後計算一下 Take-off Weight 的 Arm 就是 2765.65 除以 1111.36 得到的就是 2.489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 Take-off Weight 是 1111.36 Kilo 在這個 Weight and Balance Chart 的右上方 可以看到 Maximum Take-off Weight 是 1200 Kilo Maximum Landing Weight 是 1150 Kilo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符合這些重量 所以是OK的 但也要計算一下 飛機是否是 Balance 在這個圖圍就會看到 Y-axis 是 KG X-axis 是 CG的 Position 其實CG的 Position 就是用我們的 Arm 的數字 例如 Take-off Weight 是 2.489 可以計算一下 2.489 接近 2.49 然後是 1111.36 Zero Field Weight 是 976 以及 2.47 然後把 2 點連成一直線 你就會看到這條線 在許可的空格下 代表飛機在飛機的途中 都是 In Balance 這條線的意思 代表當飛機在飛的時候 會不斷燃燒燃油 當飛機越來越輕的時候 飛機的重量就會在這一點 慢慢慢慢向前 而由飛機由滿油 直至完全沒有油 都會在這個地方 代表可以安全地運作 要注意的是 Long Range Tank 的Variant Aft Limit 就是最後的Limit 去到2.5米 但 Standard Tank 就會給2.5米 再延伸一些 去到接近2.6米 當我確保了飛機的Ware and Imbalance 是沒有問題之後 就可以用飛機的Take Off Weight 去做Take Off Charge 去確保飛機是有足夠跑道起飛的 做Take Off Charge的時候 都不只是為我們出發點的機場去做 如果我們做一個 PPL Navigation Exercise的話 而我們中途會降到其他地方的話 都要為我們在另一個機場 去做Take Off Charge 由於我們今天去模擬 我們由Morabbin起飛 和我們去Latroy Valley做Circuit的話 我們就為Morabbin和Latroy都要做Take Off Charge 假設我們現在看了 Morabbin和Latroy Valley的天氣 首先我會在這個測試 Morabbin的氣溫是23度 Killnage是1015度 Latroy的氣溫是22度 Killnage是1014度 首先我會為Morabbin做 在最左下方 看到有Outside Air Temperature 有黑度在那裡 有-20度去到正50度 而23度 向上畫 要注意畫線的時候 要跟虛線成平衡 亦是一定需要用到圓不同間尺 當計畫了溫度之後 就要計算機場的Pressure Altitude 現在Killnage是1015度 就可以用Pressure Altitude的方法 這個方法 就是1013 減現在的Killnage 是沒有負的Pressure Altitude 所以我最低只可以畫是0 我就當它是0 由23度和0Pressure Altitude 交叉的地方 我就開始向橫畫 你就會看到這條線和 而且Refence Line是平排的 所以如果大家忘記了怎麼畫的話 都可以用Refence Line提醒大家 向橫畫至右手邊 第一個Box 就是Take Off Mask in Kilogram 我們去到Refence Line 而Refence Line 就是這個Box最左邊的一條線 之後就用回我們 剛剛所計算的Take Off Weight 就是1111.36kg 由於1111是非常難去計算 我就大概計算1115kg 盡可能都可以計算到11111 之後就可以接迫你剛才畫的一條線 和11111重量的一條線連起來 然後再向橫畫 穿過Wind Component 然後由Obsticle Height 就連著最近的Refence Line 平排地向上畫 你就會得到 飛機在Muraman起飛所需要的Take Off Distance 大概是430米 但是這樣還未完成 因為根據Regulations 我們要將這個數字 再乘1.15 要加到15% 在距資上有更多的Safety Margin 所以就要430乘1.15 實際上的數字就會是 494.5米 Muraman我們一般會用到的跑道 每一條都超過1公里 這樣就確保了我們在Muraman 可以安全起飛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們Win Component 是沒有計算到的呢 因為我們Win Component 我們要Assume Worst Scenario 而我們每一次起飛 都是會逆風起飛的 當我們計算是沒有風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Win Component 去得到我們要最多跑道起飛的距離 我現在就用一樣的方法去計算 Latroy Valley所需要起飛的跑道 計算出來之後呢 就發現Muraman 和Latroy Valley所需要起飛的跑道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需要494.5米 那由於Latroy Valley的跑道呢 有超過1.4公里長 所以就沒有問題了 同樣的方法呢 都是Apply在我們的Landing chart上面 做Landing chart 都是找回Muraman的Temperature 和Presure Allergy 就是我們剛剛計算到的-5 所以都可以當回0 然後沿著Refence Line向橫滑 去到Landing mask的Refence Line 你就會發現我們這個接觸點呢 是比所有在Landing mask裡面的Refence Line 都是比較低的 這個代表呢 我們是比它一切的數值都是比較低 然後我們不可以extrapolate 我們想去interpolate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只可以當飛機 在最低的一條線的Refence Line以內 那我們的Landing mask呢 我都會當回我們的Take Off Mask 又是當回Worst Case Scenario 假設飛機的起飛就要立即降落 那就會得到飛機所需要跑到最長的距離 那就畫回111.36 然後向橫滑 今次呢 就一直過 去到達到的數字 我第一個數字得到的就是620 620m x 1.15 就是等於713米 那就會做Latrop Latrop Rally 都是非常接近 都是713米的 當我每個機場計算了 飛機所需要起飛和降落跑到的距離之後 然後確定了 每個機場的跑度距離足夠之後 就可以進行跑步 可以使用NAPES 去收入我們的Digital Flight Plan 首先就登入NAPES 收入你的UserName和Password 然後呢 就可以由左邊的下面去Flight Notification 然後去Ikao 收入所有的資料 譬如第一 Aircraft ID 我們今天正在X-ray 的話 我們就會收入X-ray Flight Rules 我們就去VFR 如果你有不明白意思的話 你就可以Hover在上面 它就會顯示你所需要輸入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 Flight Rules的話 有不同的Flight Rules 有Iva 是I V是VFR Y是Iva VFR Flight Type 是G 就是General Aircraft Type DA40 Wake 就是Wake Turbulence 我們的Figure很Light 就是Light Equipment 就是我們會輸入Standard 還有VHF Surveillance 就是我們的Transponder 在DA40上面 E 就是Mode-S Transponder 還有B1 ADS-BL 1090MHz Departure 我們在Raven 然後去到Lattrope 因為我們在Lattrope會做Full Stop EOBT 就是Estimated Off-Block Time 我們假設我們6點鐘PM起飛的話 因為澳洲是UTC加11 UTC時間就是7點鐘之後 Speed 是N0120 120 Level 我們Initial Departure Altitude A025 Total Estimated Elapsed Time 就是Total Flight Time 由Merebin 去Lattrope 這個就要根據我們的Flight Plan 就是Plan了3-6分鐘 它的格式 就要LL Minute Minute 所以我們就要0036 Significant Point 就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Merebin 是Direct去Lattrope 所以DCT就可以了 這個是Other RUG 是Registration 我們飛機的Registration 完全寫是VHXPP Pilot Name 是Clement 電話號碼 Andurance 就是飛機的Andurance 可以計算我們的Field Plan 由Merebin 起飛的時候 我們有263分鐘 但我們要寫是LL Minute Minute 那263分鐘 去LL Minute Minute 就是0423 Persons On Board 假設有你和你的Instructor 那就兩個人 接著Radio ELT 要推Tick Legal Box 因為我們起飛前 我們會拿一個ELT 是Emergency Location Transmitter 好像一個緊急的Beacon 那樣 如果我們有危險的情況發生 就會開啟它 讓搜救人員可以更加容易去找我們 Aircraft Color and Marking X-ray 的顏色是白色 然後有一些黑色的邊 我就會寫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那就完成了Flight Planning 的第一部份 然後第二部份 就可以上去上面 從Latroy Valley 回到Muraman 我們Departure Level 今次是4500 所以會寫8045 Total Elapsed Time 就會大概是20分鐘 加23分鐘 加3分鐘 大概是46分鐘 大概是004 大概是004 Departure of Block Time 因為我們一開始Departure Time 是0700 大概會飛36分鐘 那假設我們需要去Join 連我們在地上會用到的時間 是24分鐘的話 假設我們會達到一個小時 那麼我們Essimate Off Block Time 從Latroy Valley 就會是1小時 之後 0700 就會是0800 Significant Point 第一部份 我們會去到的 就是Leon Garter YLEG 速度也會繼續去120nm Liveau也會繼續去4500呎 因為它們一樣的關係 我們就不需要寫任何東西 那第二個Significant Point 就是Karam 我們去Karam的時候 因為我們繼續飛 120nm 和4500呎 所以在這兩個Boxes 是不需要填寫任何東西 由Karam 我們會回去Morabbin 所以就由下一個Box 打Direct 就可以了 也由於因為我們在Karam 飛回Morabbin的時候 我們會去下降到1500呎 由於我們的Level轉了 我們Speed 都要再打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Registration 已經看到是填了VHSPP Grid這個位置就是一個SAR Time SAR Time SAR Time就是Search and Rescue Time SAR Time可以讓機師去Nominate某一個時間 通常這個時間都是我們原定降落之後 加30分鐘或1個小時 Nominate了SAR Time之後 也是建議要在手機設定一個鬧鐘 是SAR Time-5分鐘 我們要在這個時間之前 要打給Air Services 去Cancel SAR Time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打電話 去Cancel SAR Time 就代表我們可能在某個地方出現了一些事故 SAR Time就會通知有關緊急部門 去送一些Helicopter 去飛回我們File的Flight Plan 去找回我們的飛機 也有這個原因 當我們NominateSAR Time的時候 都是非常不建議 讓我們預定降落的時間差太遠 假設我們8點鐘 UTC會起飛 會飛46分鐘 如果再加多一點Buffer 那我就會當我加多半個小時 那我的SAR Time 就當是0915 然後就寫回到今天 Location就是Murabin Arrival for Murabin 當NominateSAR Time之後 就可以在Flight Plan Sheet上 寫下SAR Time的時間 之後我個人都建議大家 可以將Flight Lock分開一半 然後夾在一個A5 size的Neeboard上面 在飛機正在飛機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寫下 或者鎖下我們的時間 Andurance 由Latroyal回到Murabin 就有227分鐘 那227分鐘 轉回去做LLL Minute Minute 就是0347 Persons on board 2人 已經有ELT 以及Wild and Bellic Stripes 那如果我們確認 一起在那裡沒有坐之後 就可以寫下這個Flight Plan 寫下Flight Plan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Receit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Receit上 去Double Check我們所File的東西 是正確的 然後如果你可以刷出兩份Hard Copy出來的話 一份你自己保持住 一份給你的指導 那就更加好了 而這個就是我們 寫下Flight Plan的方法 寫下Flight Plan 寫下SAR Time和Name的Flight Plan之後 就代表大部分的Ground Work 去Prepare 我們的Navigation Access 就大致地完成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Dispatch Room 拿回飛機的Folder 去問Reception 去拿個ELT 然後就可以在ELT的Registration Form上 填上我們的Sign Out Form 如果你要拿個Headset的話 就可以Sign Out的Headset 同時間可以檢查 ELT是運作正常 之後我們就可以去Airside 去我們的飛機 去做Pre-Flight 確保飛機有足夠的燃油 和機油 當一起就緒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的Navigation Exercise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有關飛機的內容 歡迎可以訂閱我們 Learn to Fly的YouTube Channel 給個Like我們 又或者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問回你的Introductor 或者在下面的comment section 告訴我們 也不要忘記 Follow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FlySafe